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另外益生菌还可以促进营养素的吸收 比如说对蛋白质、钙、铁等等 还能合成一些维生素 比如说像B族维生素、维生素K 再有就是一些代谢的问题 比如可以阻止脂肪在肠道的吸收 这对我们心脑血管和体重的管理都是有好处的 而且它对免疫还是一个双向调节的作用 那么如果免疫低了它能够帮您提高 如果免疫紊乱了它可以帮您稳定 所以说对那些体质弱的、爱过敏的、有失诊的孩子有帮助 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现在呢研究比较多的 还有一些特殊的益生菌 对女性的生殖系统也有健康作用 而且呢对备孕的女士来说 益生菌也很重要 因为啊这个孩子在分娩的过程当中 产道的这个接触的益生菌 还有母乳里的益生菌 都是孕育健康宝宝的基础 您看我随便一说都有七种了吧 这些啊都是有研究证明的 这个菌群呢跟我们人一样 它也会老 到了一定的年纪啊 身体里的益生菌呢就会越来越少 相反的有害菌就会越来越多 那么关键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 还有很多伤害益生菌的行为 比如说您的饮食啊 比如说肉吃多了 菜吃少了 吃的太辣太咸 爱吃加工的食品 还有一些压力啊熬夜啊 这些都会影响您体内的益生菌 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体内的益生菌 有没有被影响呢 其实啊最直观的就是观察排便的情况 我呢给您一个标准 您呢可以对照一下 观察一下 如果有不符合的 比如说不成型啊 粘液变啊 或者不容易冲干净 那您可要注意了 而且呢我提醒您 如果您已经习以为常 这也是不健康 除了这个以外 如果益生菌被影响了 那么我们各个系统还会出现一些问题啊 比如说免疫力的低下 容易过敏 以及包括孕育的问题 肠道不适 代谢异常 包括妇科炎症 问题三 核酸奶就能补益生菌吗 还真不一定 那您呢首先呢得知道 益生菌的工作场所呢 是在肠道 它吃进来啊得活着到达肠道才起作用 那您想想 要是有一个益生菌 它一吃进来 就被我的胃酸和胆汁给杀灭了 或者是没有足够的食物给它吃 没到肠道呢就给饿死了 还有些益生菌呢 可能环境啊 稍微的热一点就不行了 放了一个月 两个月就过期了 那您说 这个益生菌吃进来 还能有用吗 所以说呀 益生菌是很管用 但有没有用 关键还是要会挑 问题四 益生菌选哪个好呢 我呢教给大家 这个挑益生菌呢 关键要看三点 就是活 量 效 我们先看第一个 那我们要保证这个益生菌是活的 那这个就要求菌 本身的体质要好 那么还得吃得饱 现在呢对益生菌的筛选呢 又到了一个新的工艺 就已经发展到 可以直接从上千个菌库里面 直接挑选出来 筛选出来 这个菌本身 它就是耐胃酸耐胆汁的 那么它呢就可以抗胃酸 抗胆汁 活着到达肠道 然后呢 我们还要给它提供足够的食物 才有活力去到肠道嘛 但大家注意 您给菌呢提供了这个食物 那万一要是都被咱们人体吸收了 那不是越吃越胖吗 所以呢 这个食物啊 是菌能吃 人不吃 人不消化 不吸收 那这样的食物叫什么呢 就叫益生源 那么低聚果糖和菊粉 就是两款经典的益生源 那您说 如果我能够给益生菌 提供更多样 更丰富的益生源 是不是就可以让他们 开心快乐的去到肠道 好好工作呢 那第二个 我们要看量 大家注意 从生产的过程中 再到包装 到储存 再到运输的过程 那么其实啊 它都会对这个活的菌造成影响 所以呢 要有相应的技术 来保证 到了保质期的最后一天 还能够提供足够的活菌的量 那么再接下来 我们就要看它的效果 大家啊 你会发现 益生菌的名字很专业 不容易记 您也记不住 您也分不清 那么而且呢 有的时候啊 即使是吃了很多种菌 到了肚子里啊 还不一定就能起作用 那怎么挑 那就要看实验 而且要看人的实验 所以呢 您就要挑那些 做过人体的实验研究 拿得出数据和结果的 这是最硬的指标 比如说 对于成人来说 那么最需要解决的肠道问题 那您比如在肠道方面 您观察了哪些指标 得出了什么结果啊 在儿童的方面 你使用了多长的时间 你这个实验的设计 有没有考虑 季节交替的因素 那么针对女性受试者呢 你又最终得出了什么结论呢 这都需要通过 人体的实验 去探究 去证明 那么只有用数字说话 您才可以说 这个效果 是不是刚刚 那今天呢 关于一生菌 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